台东媒体工作者陈寅珍 23号下午举办了个人创作展 关于海的开幕茶会 吸引了很多台东地区爱好艺文人士 到场共襄盛举 陈寅珍表示 从小他家就住在海边 自己是看着海 听着海浪声长大的 这次利用环养素质 还有酒精墨水作为媒材 把心中的海呈现出来 也欢迎大家一起来欣赏台东的大海 联听关于海的故事 民众停留在一幅幅的作品面前 仔细欣赏这些作品的创作 而这些作品都是来自于 斜杠青年陈寅珍的双手 本业是从事新闻媒体工作的陈寅珍 先前接触到流动画后 便深深爱上 并利用还养素质 以及酒精墨水作为媒材 创作出许多作品 并在柜田酒店办理个人创作展 23日举行了开幕茶会 吸引了不少民众前来参加 场面相当热闹 陈寅珍表示 三年前在工作之余 接触到了流动画后 认为相当疏压 之后就利用不同的素材 结合自己成长的记忆 将记忆中的海融入创作里头 成为一幅幅独一无二的作品 关于海这个系列 其实就是运用三种媒材进行创作 主要是流动画 有饭养素质 亚克力 跟酒精墨水 当时会接触这些媒材 是因为三年前是想要借工作之余 可以去抒压一下 所以就接触流动画 因为这个是不用绘画基础的 所以也蛮推荐大家一起来玩艺术 那我的 这次的展演名称叫做关于海 关于海就是我的日常 那我从小就是在海边长大 所以听海上声睡觉 然后白天起来就是看海 那海对我来说就是意义蛮非凡的 就是不仅是台东的美景 那也是我跟家人的回忆 所以我在创作的时候 其实有蛮多情感就是抒发在里面 而前来看展的民众表示 很喜欢酒精墨水的创作 因为可以从作品里头 看见创作者的热情 我觉得比较有 我觉得比较新颖的是 他用那个酒精墨水做的 然后他的名称是9899 对 然后是他跟他朋友 他跟他朋友就是很像是 相似相结 然后才产生那个作品 你就是有问过他本人 对 我觉得还不错 目前陈寅珍也有在市区开班授课 他表示 教学对他来说是一件非常特别的经验 更希望能够将欣赏自己的想法带给每个人 我本身是有在做教学的 那教学其实对我来说 蛮特别的 因为我希望让学生知道说 你的创作的作品 每个都是独一无二 就跟你一样 就是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 要懂得欣赏自己 而这次关于海的创作展 在台东柜田酒店三楼展出 展出的时间自即日起 至6月28日为止 欢迎对海有兴趣的民众 可以踊跃前往参观 记者陈静灵台东市报导